这是男主家乡的特产之一 树禽海豹肉 考古表明 本地土著和原住民狩猎海豹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 时至今日 它仍然是当地人在冬季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肉和脂肪是蛋白质维生素A 维生素B12和铁的重要来源 只需少量进食 就能为身体带来巨大的能量抵御冬季的严寒 在男主的老家只有一位猎户可以售卖新鲜的海豹肉 脱了他家乡的福才能吃到这么珍贵的食材 一张图解释海豹肉的优势 大体来说海豹肉的颜色和纹理和牛肉很相似 但仔细看会觉得肉质更细致 手感更柔软像马肉 肉色成深红色 因为含铁量高 肉会自带一口铁锈味 所以要反复泡水 冲淡这股浓郁的味道 隔夜出来是这样 再泡 翻个身泡 接着泡 直到泡成这样的惨白 来准备配菜 多切点味足的韭葱 营养又美丽的胡萝卜 再来点调味的蘑菇片 最后点缀点姜蒜 肉先片个片 虽然表面已经泡得惨白 但里面的肉色仍然是黑红色 继续改刀成条 今天蒸粒饭 猜猜我用的什么米 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这铁板的吱吱声吧 很高兴 土豆 米 有 quote 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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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女主小姐姐说 今天真的是金米黑米香米 各位看官猜对了吗 四香味俱全营营丰富 开饭哦